因为我一个人来的没什么自救的这些措施 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安堂大叔 今天大家来一个好玩的地方 在温哥华来讲 应该室内就是比较好玩的一个地方 温哥华机场附近所在的城市Richmond Richmond的6号路 具体的地址 我下面可以给邦家放个链接 这里基本上属于一个三部管地区 在一个集装箱 算是集装箱 上下船的地方吗 还是储藏的地方的后面有一条这种路 特别是昨天下完雨 现在我刚刚已经看到好多人在这边玩了 初学者就可以 稍稍有点这种 只要你车比较厉害也可以走其他的路 基本上他走了三四条路出来 你可以选一条你能走得了的这个难度的 那现在唐大叔呢 我觉得就是走初学者一些 比较因为我一个人来的 没什么自救的这些措施 所以我就走一些 但是基本上看来我大概多数都能走 多数都能走 就算原装吉普 不管你是运动版 夏海尔还是Rubycar 应该都没问题 看上去就非常好玩的地方 废话不多说 现在呢今天周末特别版 大家一起出来off-roading一下 Let's go baby 我们面前呢有两条路 右边是水 前面是小山 现在唐大叔呢放到四驱模式 我就走走 先走走水沟这边吧 现在呢唐大叔呢 调到四驱low的模式吧 往那边走个小山上去 看看这条路怎么样 听到低的一声 大家知道我已经四驱low了 所以我们来爬这个小山 唐大叔当然开的是手动挡的 Willy Willy这个两门的手动挡 哇这边有好大一个坑啊 所以这里完全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它的难度我觉得是 应该讲就是初级的这个难度吧 但是呢你要选好你的路线 哇左边右边真的很多路线可以选 如果你够屌的话 你是可以走一些难度高一点 像唐大叔这个比较怂一点呢 我觉得我走到了一个我稍稍能应付的地方 现在这个下坡是有一点点挑战的 但是呢希望唐大叔的高度够吧 非常刚刚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过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看我唐大叔刚刚过来的地方 还是有点那个 唐大叔说的旁边现一个废弃 不是废弃啊 就在这么一个后面 这样的一个地方 好多人都在这里玩 好现在唐大叔换回普通四驱模式了 刚刚小鞋破过了以后 这里呢唐大叔 哇这个水坑真是蛮深的 前面正前方这个 如果你的车是不够 其实我知道原装吉普应该上去问题不大 因为它的近的这个Approach Angle 所谓的有这个43.4寸角度 度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呢我想一路先走到最里面 看看全部的地方之后 现在唐大叔走的这个 左边 左边是越往左边越难一点 就是靠着左边这个集装箱的地方 右边相对简单点 唐大叔呢 故意起来点速度 还是这种盲目的自信 而且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比较占便宜的一点地方 比起其他来玩的朋友 唐大叔这台是一个威力版的 也就是它是泥地轮台 跟Rubicon一样的 所以我走可能走这种路 我还占点优势 现在咱们跑到旁边来了 这个货柜 这个是不知道它是储藏的地方还是什么 这一条小路呢 有点像小时候玩的一个红白机上的一个摩托车 越野摩托车的游戏 这种连续大概七八个这么一个上上下下的 接下来的小路呢倒不难 所以咱们继续往前走 唐大叔刚刚看到很多玩别的车的人来玩 当然最讨厌前面这几根树 我们 我们这里叫BC-Strike 就是说车很容易这样被它刮的 所以现在往后退 往后退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吉普的departure angle 后面是没有前面那么 就是32.3度 应该大叔没记错 前面是43.4度 后面是32.3度 所以如果是特别斜的话 屁股可能会被顶 但是大家知道吉普除了Sahara 都是这种塑胶的这种情况就想到 但对唐大叔这个车过来没问题 我不想去前面树上蹭 会把我的气刮伤 所以我找到中间这条小路 从这过去 从这过去呢 挺好玩啊 这里真的是挺好玩的一个地方 挺有意思的 开个吉普来一下 出去前面玩玩泥吧 继续 现在大概我已经走了 我感觉六七百米了往里面 当然速度不快的情况 里面还是相当大一部分玩的 在最左边靠近集装箱的这部分 大家要注意 难度倒不是特别大 但是像这样连续下了几天之后 水有点深 第一你要注意你的轮胎到底行不行 唐大叔就不用担心 因为是卢比肯的轮胎 泥地轮胎所谓 所以走这种不怕 但是左边太窄了 如果你车怕刮的话 比较心疼的话 就不要走左边了 现在唐大叔前面遇到一个情况 我要根据水深的情况 水深应该差不多 唐大叔准备冲了 这个地方刚刚水有点深 但唐大叔赶快加速度了 冲过去 基本上我看到了 现在已经走到路的尽头了 初学者可以来 但是最好带着一些有经验的 还是有一些地方 还是有一点那个的 像唐大叔刚刚走到左边这条路 水波还没有平静下来 有点深 如果轮胎有一部分担心的话 因为这是泥地 唐大叔泥地轮胎就占便宜了 如果你是运动者 Sahara的话 我相信如果有点经验没问题 初学者的话要注意好速度 还有一些东西 离边上一点注意抓地力的一些情况 挺有意思 左边的水要浅一点 靠河边这边 右边的水要深一点 刚刚唐大叔有一段没有路到 还是挺惊险 特别唐大叔不想刮到车 所以躲了一下 现在又来这种情况 就是唐大叔说的 路两边会有小树虫 靠水这边稍稍宽点 应该不太会刮到车 右边有几个地方很窄 肯定会刮到的 刮到以后就会有刮痕 我们叫的BCstrike 大家如果心疼的话 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但是呢 这是个很好玩的地方 很多条路可以走 如果真的是稍稍 吉普加高一点的 那就更好玩了 在里面玩水 刚刚唐大叔的车就被刮了一下 有点小肉疼 但是没办法了 这是迟早的事情 自己要注意 速度方面 唐大叔基本上都在一档 只是用普通的四驱模式 没有刚刚有一点爬山的时候 用到四驱low了 基本上一路就是四驱就可以了 其实说老实话 我觉得两驱都可以了 吉普是后驱的 应该问题不大 现在有些家伙呢 在这停下来 在这里 在这里点了点火 还有个狗狗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呢 前面有人停车子在这边 在这里不知道是工作还是玩 好像看上去是 砍这个 从水上面飘到岸边的一些木头 然后用木头点一些火 然后在这个飞沙河边上 在这里玩 好的 咱们继续呢 这个小河 小时候起来一点速度了 大概知道一点水的高度 唐大叔的胆子也就大了一点 开始我大概知道了这个高度 刚刚有个地方稍稍深一点 唐大叔就快速过去了 其他地方基本上没问题 过了刚刚那几个河之后 又变成这种泥地 还有这种什么的 那我这次往山上走一点 往上面爬一点 希望不会有太大鸟 那现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有一点点小小的 所谓的 有一点小技术的东西 尽量保持一个轮子 有一定高度 像现在这个上坡 够泥塘大叔 故意加点速度 这样我有点惯性上 但是基本上都是用一挡在走 然后这样的话 不要半路被泥炫住 打滑什么的 当然唐大叔说过 我泥地轮胎有帮助 现在一路小的这种坑坑洼洼 那我就保持一个轮子在高点 这样至少的 我是能保持这个抓地力 现在来到了这个下坡了 这是一个非常 不是有太大难度 但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小坡 小坡 右边的水已经蛮深的 我知道 这个不是适合所有的车都去 但是是另外一条线路 挺有意思的 中间那个路 边上还有另外一条小路 唐大叔刚刚说了 容易刮车 我就不想去了 中间这个很不错 中间这条小路 所以各个难度 发挥你的创意和想象力 这里可以玩得非常开心 那唐大叔呢 今天女儿也不在 和妈妈出去玩了 所以也给唐大叔机会 一个人来玩 但是如果带着女儿 我相信她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之前带她去过一些 现在前面有个比较高的山了 这个地方 好 一口气上来 然后选择左侧 一个轮子有一些高度的地方 泥地轮胎呢 再次发挥它的作用 四驱呢 还有这个离地高度 再次帮助了唐大叔 好的 唐大叔呢 刚刚基本上 其实一直都想做一下 这个出去越野的一些视频 想来想去呢 第一个就坐这儿 这里呢 是温哥华 应该是进温哥华室内 最最方便的吧 所谓来的 有一些地方现在说不准 有的关掉了 像那个 Maple Ridge那边 然后Cocolyn那边 Starflake什么的 都说不准 开还是关 那这里呢 看来还是可以来玩的 它也有一个gate 但是现在打开了 所以这段时间都能来玩 唐大叔绕完第一小圈呢 下来来一个smoke break 啊 嗯 旁边这个飞沙盒 像他们皮卡来玩这种越野呢 就可以玩的很野蛮了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非常野蛮的 因为他们有天生的 离地高度的优势 现在有些dirtbike的同学也来了 dirtbike就更爽了 他们可以走很窄的地方 所以这条路呢 你看 还有一些来这边钓鱼的 这几个是在飞沙盒这里 下来看看唐大叔的车 晚晚刚还一圈衣之后呢 轮子是洗干净了 其他地方弄脏了 终于有一点吉普的感觉了 当然知道唐大叔还没开始做什么 就是原装的 那刚刚下面完全都离地高度就够了 没有刮到任何的 这个approaching angle呢 四十几度 尾巴三十几度 前进过退过都试过了 完全没问题 当然也要感谢我的泥地轮胎 在关键时刻上坡啊 还有在水里面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卡住 当然唐大叔也比较注意速度啊 还有一些选择的路线 唐大叔呢 小试一下 一直想做这类型的这个视频 当然将来有更大的野心 就是可以去参加一下那个Eastern Safari 这种美国最大的吉普的 一般都在这个犹他那边 Moab那边这个活动 像这种像Trail Reveal一样 对吧 不同的越野的这种地方的一些 Reveal也好啊 或者去玩跟大家分享这种感觉 今天呢 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很多都是唐大叔这个群体 是一路成长 跟唐大叔一路学习 一路成长 所以基本上都是初学者 很多都是原装吉普 那能找到这样子 在温哥华 又在Richmond很近的机场里面 最近的可以去玩的地方 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是觉得很高兴 现在呢 我们Fourourner Takoma又来了 Fourourner Takoma这些 也是中型的越野 这个SUV 这个玩的也是很欢乐的 那刚一个大叔 带着一个女朋友 唐大叔那等女儿回来以后 我也带着我的女朋友 带她去玩 基本上没问题 刚刚好像有个小地方刮到了 在通过那个树 我就这种我们就在温哥华嘛 BC省就叫BCstripe 嘿嘿 BC条纹 是一种特殊的里称吧 但是挺有意思 也是测试了一下原装吉普的唐大叔这台 8月份入手的这台车的一些性能 再去绕一小圈去咯 Let's go 眼看着呢 觉得还是亮丽也是行啊 特别一个人出来探险的时候 不要逞强 有一个名言 有一个这个越野 大家出来玩的名言就是 要用你的这个朋友的法则 就是有什么事让你朋友先上 你试试看先 我跟着你 你这么牛逼 对不对 你车这么牛逼 让他先上 万一卡住你去救他 不要自己先爽 是吧 有什么问题让他冲在前面 大家不要说是我说的啊 只是一些经验分享 呦呦 哦哦哦 玩得太开心了啊 刚刚唐大叔差点就把吉普废掉了 我整个完全错误 估计这个水的高度了 进入了一个大概车子过深了 然后如果当时我停下的话 应该车就出不来了 然后唐大叔基本上油就不敢放 刚刚真的蛮深的 一会儿我们下去看看水的印子就知道了 刚刚才说不要这个一个人的话 不要搞得太太那个 结果唐大叔呢 自己就犯了这个错误 玩得太欢乐呢 就不计较风险了 所以刚刚一下子呢 搞得呢有点危险差一点呢 说的难顶点 这个车可能都要毁掉 车就要进场去去维修了 还好没问题 有进无险之后呢 剪掉了条命 回头就知道了 太刺激了 如果车弄坏了 大家就可以去赞助唐大叔买台路比肯了 是吧 太好玩了 刚刚那个有点深啊 所以唐大叔以身试法 让大家知道 玩得欢乐的时候呢 最好有朋友互相 所以我觉得吉普文化有另外一个 为什么大家吉普平时打招呼什么的 像刚刚几个人那种情况 如果我跟着他出现什么状况 其实他们会来救我的 就是也像这个像战场的那种感觉似的 对吧 一个人出了问题 其实有些情况真的是挺那个的 对吧 像刚刚如果真的是卡在水里 那个水大概一米多深 我感觉完全超过了应该建议的这个水的高度 所以有朋友把你救出来那种感觉 你会哇真的 我炫住了 或者被你卡住了 或者怎么样 把你救出来 像这种军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和这种 一种信任那种关系真的不一样 所以吉普之间呢 他是有一种这种 在community里面有这种文化和这种感觉 大家像这种兄弟军队里的兄弟一样 所以通过刚刚那一个虽然没来救我 但是我知道如果出事的话 今天这些朋友虽然不认识 或者第一次见他们也来救我 如果我被他们救的话 那种感觉应该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 很有意思 所以这也是吉普文化很有魅力的一个 也是为什么大家吉普之间 Jeeper之间会互相打招呼 这种东西 看一下这个水的高度 大概到了这边了 Water folding是一个越野的指标 所以基本上从这里看的话达到这里 应该是OK的 从Trail Raid的角度 但我刚刚真的蛮惊险的 如果不是靠这个轮胎 我估计如果运动板或者什么 已经肯定要去卡在里面了 所以我刚刚死活的没有放油 如果刚刚那个水里面 应该就是这里 就停在水里面出不来了 高度有点还可以 应该到了这里了 有点小偏高 但是OK 所以大胆不死之后 还有一个很刺激的感觉 很好玩 不建议大家学习 基本上我们今天 我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唐大叔一直想做的这么一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玩吉普的乐趣 然后开着一个这么有能力的车 今天对吧 还有一些惊险的情况 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东西 但是他一个人来的时候 真的还是有点小慌 像刚刚有个紧急的情况 对吧 还是挺刺激惊险的 但是过来之后也就过来了 回来洗洗车 这个又是一条好汉了 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个视频 今天踩了点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也自己下场玩了一下 然后也顺便讲了一些吉普文化 一些四驱的东西 觉得非常的开心 也测试了一下 这个字面上是比卢宾肯之后的第二越野能力原装车的 这么一个Wheeler特别版的这个车 很好玩 很好玩 很开心 好的好的 大家如果看的同样开心 记得给我点赞 如果还没订阅 记得订阅 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感想 可以跟我互动留言 当然了 如果大家喜欢买车 需要买这个吉普 买车的话 可以找汤大叔 这个都知道了 广告的话 我就不多说了 希望大家和我今天一样开心 好的 我是白石木马人汤大叔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